4月14日有网友在视频平台晒出郭芬阳的近况 视频中郭芬阳穿着黑色的校服 跟着同学和老师们一起春游 高兴的还跳起舞来 看到郭芬阳的近照 不少网友表示郭芬阳好像瘦了 比起之前也长高了许多 看起来比同龄的同学高出不少 估计再有两年都能超过母亲王慧了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发出调侃 如今老郭家也有个高的人了 估计也只有郭芬阳才能被师娘王慧和张云雷 亲自接他放学 如今郭芬阳已经开学了 就是不知道他能否打破老郭家出二这个坎 从我们师父那卡着 他出二毕业 他儿子郭芬阳出二毕业 你俩都出二 郭门父子两代人一辈子没见过化学术 能在一岁多 就被老郭抱着跟相声大师常宝华同台 还在德云社25周年庆典上撒花跑步 这足以证明郭德纲对郭芬阳的宠爱 在很多人看来 郭德纲是老来得子 会把郭芬阳宠到天上去 但没有想到的是 德云社二少爷在家中却如此的卑微 看到母亲王慧看过来就立马认错 估计他也不知道他错在哪了 但认错肯定不会挨打 郭芬阳有如此的家庭地位 或许早在出生前就已经遇事了 郭德纲和王慧结婚多年 一直没有要孩子 因为王慧怕伤害郭芬阳 直到郭芬阳同意后才有了郭芬阳 我儿子现在想说妈妈 你给我生个小妹妹 我不要小弟弟 我觉得这样说 我就心里就有准备了 之前是真不敢 不是说别的 我觉得我怕伤孩子的 明年吧 明年要 虽然是意味着又来了一个 跟自己分家产 但郭芬阳对小自己19岁的弟弟 也是非常宠爱 在一次采访中 郭芬阳就曾说过 你尽情地去惹祸吧 哥哥帮你兜着 我有弟弟 你尽情地出去惹祸吧 哥哥帮你兜着 此外在郭芬阳出生的时候 郭芬阳还特意买了一个小摇篮 我妈过生 我就想送我妈什么东西好呢 我就给我弟买了一个 那个算是小摇篮那种 然后这个摇篮能在这儿晃 对能在这儿晃 但是也没有说 能一直晃得那么剧烈 虽然郭芬阳非常宠爱弟弟 但也不忘给弟弟挖坑 当老郭问郭芬阳 什么时候回来接班时 郭芬阳直接将 德云社接班人的责任 交给了弟弟 还没成年的郭芬阳 就被哥哥甩锅 成为了德云社的接班人 不知道长大后的郭芬阳 会不会同样的甩锅给哥哥 小小年纪就肩负多个重担 他不仅要成为老国家最高的 还要打破初二学历这道坎 如今他又成为了德云社的接班人 在未成年时就有如此大的压力 身为豪门二代也不容易啊